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今天做个比较简单的菜 很简单 就是山东白炒蛋 有一点 壮实 山东白跟丝瓜一样 都是出水量很高的一个蔬菜 那我们的炒菜标准很简单 出来的菜色标准很简单 就是蛋要有蛋香 菜要有菜香 这个就是已经处理过的蛋 就是四颗蛋 加上小的半颗的山东白 然后记得 蛋一定要加上点油 我不喜欢炒蛋 加很多油的原因是什么 很多厨师都会跟你讲 加很多油 那个蛋炒起来炒好看就不对 蛋加了太多油 我们知道有没有 它那个蛋是很会稀有的一个 隔路性 但是我不要那么多油 吃太多油 对人体不是很好 我宁愿少一点油 然后呢 就是靠着你的铲子 好不好 很简单就是你的铲子 就是你的铲子 就是你的铲子 然后乖刮 好不好 我们努力一点 但不要浮了就好 山东白跟四块一样 炒蛋的时候呢 就是蛋要先下的 跟番茄炒蛋不一样 番茄炒蛋就是番茄要先下 要炒出它的蛋香 好 然后慢慢等着我到 蛋香出来了 蛋香出来了 好 我们加点蒜 为什么加点蒜呢 因为 山东白比较弩一点 加点蒜 可以 可以 综合一下它的吸性 其实 古人所谓的食料 按照我爷爷讲的 就是 去综合物性 它的吸性 太冷的 给它加点热 给它加点燥的东西 太燥的 给它一点冷的东西 这叫物性 来 山东白们 慢慢的炸成就下去了 之后呢 一样 有团团有视频的朋友就知道了 这时候一定就是 下盐巴啦 你到底要下锅 当然你要让它豐富一点 你还可以加一点虾仁啊 香菇啊什么的 下次呢 我们有时间 再来做这一道 我们家的虾仁 香菇的给各位看 这个 这个喷气管很好用啊 都会闻到蛋的香味啊 不是 你会当成的 这个喷气的 她的酒 你稍微有几百香 蛤 大喷气 我一直在跟各位讲的说 我不是要教各位当成大厨 所以那些一些民间大厨讨的菜 我是真的不会 我就是一个乡下人 我做的就是这些家常菜 看到没有?出水了 看到没有?出水了 所以我会用很多的工具 因为我们小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工具 什么蒸的啦 烤箱啦 我们小时候其实都没有 我们小时候就一口锅子 而且我们小时候 用的这个也不是瓦斯鲁 是柴火 所以我们很容易很习惯去提锅 为了千炒到的热度很习惯去提锅 那现在比较好一点就是 因为瓦斯鲁 我比较固定一点 可以调整 我会强调的是炒菜劲的 你不要加水 你加了那一锅水之后呢 把很多的味道 都给破坏掉了 所以蔬菜本身就有水 你应该依靠蔬菜的水 而不是自己再去加一波水 不管你炒什么菜都要 你记得蔬菜本身就有水 不要再加水 那个是一个 你自己的工作 看到没有? 那我们这道菜 轻轻脆脆脆的 山东白看起来 轻轻脆脆的 带看起来不错 好啦 今天就到这里了喔 这道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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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